同样与美军有关华裔士兵陈宇辉和廖子元 疑似在军中遭到零虐后自杀的案件 最近在华裔社区造成极大的震撼 洛杉矶八十二十亚裔政治促进会等 至少十个亚裔组织 最近正在推动以请愿性的方式 向美国的国防部长表达诉求 希望能详佳调查这两起案件 同时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这是最近疑似在军中遭到零虐后 自杀的华裔士兵陈宇辉和廖子元 两位年轻人的死亡 让军中的零虐问题再度浮上台面 洛杉矶八十二十亚裔政治促进会 加州中国大专院校联合校友会 以及月简聊华人政治联盟等十多个组织 因此积极推动以请愿连鼠叔的方式 向国防部长帕内塔敬言 当然我们的主要诉求 我希望军中当然说你讲说 正式这个问题还稍微笼统 我们是希望他能够制定一套 就是说operation跟政策方面的概来 这样子的话 就大家在普通形式方面 能够根据这个概来来办事 由于自杀的华裔士兵廖子元 是联邦众议员赵美新的外生 因此赵美新已经向国会申请举办听证会 国会也批准了 预计在3月22日举行 现在洛杉矶八十二十亚裔政治促进会等组织 希望在3月19日之前 收集到2500到5000份签了名的请愿书 然后交给赵美新办公室 由他带到国会去表达华裔社区的心声 18台新闻 黄明仪 宋小云 洛杉矶采访报道